今天要到地里面去看我们家种的那个灯笼果 看它成熟了没有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灯笼果的使用方法 我们这边是玉斗地 我们再往前面一点 我们家那里种了几个灯笼果 这几颗就是我们上半年种的这个灯笼果 有的是黄的 有的还是像这种是绿的 像这个灯笼果子像这种黄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拆来使用了 由于这一段时间下雨了 我们没来地里面 今天好不容易天气放晴了 来地里面一看 这灯笼果绝不掉了一地了 像这种绝不都往地上掉了 这个灯笼果成熟之后呢 这个皮就是这种薄薄了 就像一层纸一样薄薄的 从这个灯笼果子把它打开 这个灯笼闻到一股香味 像这样的灯笼果子就是成熟的 像这一排这个灯笼果 绝不成熟了 像这种我们就可以给它采收回去了 像这个灯笼果子呢 像这种夏天或者是高温天气 使用这个灯笼果子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灯笼果子可以挤到那个消暑的作用 那这个灯笼果子我们该怎样使用呢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最直接的 像这样黄的 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是最直接也是最新鲜的方法 第二个使用方法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灯笼果子给它拿去晒了 把它晒成那个灯笼果子干 可以拿来泡茶喝 好了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